阿烟好甜 这个 这个不算 哦 他侧身咬着耳朵 那这样呢 这里也甜 这里也甜 阿烟浑身上下 都是甜的呢 云素音被轻得招架不住 那滴滴沉沉的声音 更是叫人骨头都软了 好了好了 算了 你想要干什么 我 我都教你 真可惜 阿烟要是再晚点说 本王正好能吃了你 流氓 你 你耍赖 不耍赖 我家阿烟 长筋绝带色 富氏青成姿 眉如翠雨 齿如寒贝 肤如白雪 腰如树素 阿烟的眼睛 如琥珀成澈 阿烟的嘴唇 艳若樱桃 阿烟的笑容 百花盛放 叫人能迷了心神 本王 一见阿烟 就神魂颠倒 宁愿阿烟 赴一场乌山雨 哪怕怀中 望断肠 闭嘴 你想学 我交给你就是 别说了 这男人说起魂话时 脸不红 气不喘 可他却觉得 莫名羞耻 伸手 狠狠拧了下他的腰肢 这坏蛋 外公今儿个感觉怎么样 我替你拔把脉 我感觉身子已经好多了 只是早起时还有些晕眩 别的倒是没什么了 外公身子没什么大问题了 头晕也不是什么大碍 是之前中毒之后 去血太多 血气有些虚弱 正巧 这山山来得及时 等一下呀 我让下人去弄血下来 让厨房熬点鸽子参汤 补一补就行了 对了 正好 小舅也是气血两亏 我让厨房那边多熬点鸽子汤 给小舅也送点过去 他先前受伤 气血大亏 虽然瞧着没什么大碍了 可到底伤了根子 多补一补 好能早些恢复过来 你小舅那份就先别做了 他不在府里 啊 不在府里 嗯 他生意上出了点问题 所以一大早就出府去了 每个十天半个月 恐怕不会回来 不过 你也别担心 他说他会尽快处理好 外面的事情 赶回来送你出嫁 可是 小舅身上的伤都还没好全呢 什么生意上的事情 不能让云霄和隋风他们去做吗 云霄他们 毕竟是下人 怎么能事事都处理好啊 而且啊 有些事情 得你小舅亲自去办 他也不是孩子 那么大的人了 身上的伤势也知道分寸 他每年啊 总有那么几个月 都在外头跑着 经常小半年的都见不着人呢 府里就已经习惯了 你啊 别操心你小舅的事了 忙着你自个儿 跟王爷大婚的事情就行 你小舅疼你 等你大婚之前 他肯定能赶回来 他赶不回来 要是我出嫁他都不回来 外公 您可得揍他 好 外公帮你揍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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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